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征读》 我们讲的是第五个部分,Session 5 其中D是荣耀的石安,受高的弥赛亚 是在第六十至六十二章 所以我们来到第六十章 六亚一和六亚二之后会一起看 我们首先讲了六十章 第六十章至六十二章 以倡雅书的六十章至六十二章 是这一大段里,也是整本书里的高潮 一照第六章是对神、博人的呼召 思考不洁子民是如何成为圣洁 答案是以以赛亚自己蒙照的经历 神使得不洁的人成为圣洁的仆人 第七章至三十九章 就讲述到信靠是仆人服侍的根基 探讨神是如何可信的 从事实和预言的确认神的可信 人不能依靠世上的强权 他们的安稳是来自对神的信任的 四十至五十五章就是说明 恩典是神仆仁服侍的动机 恩主救恩使得到仆仁成为神的见证人 恩典也是伯仁和弥赛亚 完成救赎事工的方法 他将自己的生命摆上代属百姓的罪 而来到五十六至六十六章 这是要求伯仁是应该具备的公义品格 我们应该如何从最终被救赎成为公义 而那是因为我们知取了神的属性 以赛亚书就好像有一首交响的曲 曲调的主题在不同的变化当中反复出现 承载承载承载的三调清重 显出了这本书的主题 神是要藉由伯仁的呼召来吸引万民 看到他的实际就是他的荣耀 不结的以色列文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任务 因此神兴起他神圣的战士 就是弥赛亚来完成这个事工 而这个结果就是六十至六十二章的高潮 而整个三章在现了以赛亚书反复出现的主题 就是主神必拯救他的百姓 他的光必照耀他们 他必与他们分享他的荣耀 曼国必因看到以色列而被神吸引 曼国必将财富带来敬拜以色列的神 那些欺压以色列的必被降悲 以色列必体验神的公义也效快他的公义 神明耀的光一方面是客观的事实 另一方面也是主观的体验 五十九章就说明不易的文陷在黑暗当中 六十章就如是光的来到 夹集在两段经文当中的 就是神要以自己的公义扶持 显到祂是傍秘 神圣的战士击败了百姓的守敌 就是罪恶 现在神宣告光是要来到这个曼国 这是神自己施恩拯救的结果 这个光的赤羽是让人离开原来的处境 起来也要经历光的改变 更加是因着光辉吸引万国 从各方来到神面前敬拜 众人带着回家的心情来前来石安 他们恢复了与造他们的天父之间的关系 经历了他的救恩 认识了他荣誉的属性 从半亿转向归回 回到神的次序 和回到神的公义当中 在第六十章我们经常会见到 以色列的圣者 这个称谓在六十章 九和十四节里出现了 书里的最后两次 包括雅各的圣者 这个称谓在以赛亚书里 一共出现了二十六次 这个称谓有两方面的意思 包括性是与族 世界是分开的 分别出来的 表示神超越被造的世界 也代表着神的本质 也和神的属性 他的性格 另一方面 以色列的 是代表着一种关系 他是一种个人的神 是关系的神 是和我们同在的神 这整段的高潮 正正是带出这个信息 公义圣节的神将要来 好像大光照亮着在黑暗死刃里的人 令他们看到圣节的荣耀 而聚集到他的面前 从这本书 一开始集备 被召唤的以色列人的笔结 表示神的话语 来帮轻视神的能力 而到这里就说到 曼文都带着财宝 儿女赞你 来敬拜以色列的圣者 重点在于 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在被杀的羔羊 已经完成了救赎 彰显了神成热的荣耀 因此曼文要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那些圣结的神 要使我们圣结 那位圣结的神要令我圣结 不只是地位上的 亦是生命上的 神说 我如应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的药 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药 就要在曼文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成为圣结的国民 我们被召成为属神的子民 神要分享祂公义 圣结的属性给我们 令我们成为公义的牧人 我们是祂种的栽子 祂守的工作令祂得荣耀 成性不单是地位上的称义 而称义 称义即是成为属神的人 亦是一种生活行为上的实际 即是要活出来的 这正正就是史图保罗所说的 当恐惧战经 作成得救的功夫 生命的改变始于信 出于恩典 亦都恩着信靠着恩典 而持续被改造 更新 每日被更新变化 不以为得着完全 乃是揭力追求 或者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 这正正就是以赛亚书的重点 得胜的战士 要带来更新的生命 灰尘要成为华官 辛苦的装饰不是自己佩戴的 而是来自神的荣耀 真正的荣美 在我们身上的反射 这是智义和蒙恩的强烈对比 这也是穿上新衣之人的欢喜的原因 他们得蒙救赎 披上公义 就像新生的法牙的灾子一样 这里也讲到 六十章主要是说受高者的国度 六十章里面有一个小的交叉平衡 我们从五十九章二十一节开始到六十章尾 我们会见到 由盟约的应许 宣告光明和荣耀的新时代 曼国的财富 运尼锡安 最核心就是新锡安被曼国所尊崇 然后有平安和荣耀的复归石安 光明和荣耀的新时代 最后也有盟约的应许 包括土地、百姓和祝福 前面有神的同在 成为交叉平衡 我们先讲六十章 我们先讲到六十一和六十二章 我们先看了 之后再继续讲解下去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是Cina 祝福大家